Hello 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居家健身的内容 那么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跟我今天一样 比如说现在比较晚或者有一些什么事情 能不能去健身房 那么只能够在家里面进行一个锻炼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家里面可以进行怎样的一个运动 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在家里面健身时候做的一些动作 在家里面练习的时候可能还是喜欢用哑铃抓住机会 多进行一些肩部的训练 那么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肩膀比较宽以后 会显得整个人比例头比较小 穿衣服比较好看 那么第一个的话 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是测评局 慢慢的放 要控制住自己 放下来的一个速度 那么之后的话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推肩了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可能就是 想要让自己肩部啊 或者说整个形态更加肩宽 更加饱满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关注后数的一个训练 那么这个的话 我自己觉得在家里面训练的时候 浮沃飞鸟就已经是一个可以完成 这个方面 测词匡的转型的转型 所以在家里面训练 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 你们可以 glitch 对 瑞兰 很好 对 我 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 最主要的还是重在坚持 然后找到自己最最合适的运动方式 能够尽可能每一天都进行适当的一个锻炼 那么最后最后还是要做好每次运动前的一个热身 包括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冷 那么热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